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响应2023全国古迹日 年度主题Living Heritage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就邀请到金融市台北市 及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共同出席记者会 以铁道矿业为主题的 味觉旅行文资故事盒 让大众从生活中 亲近认识文化资产 布袋戏老议师许真宗 现场来了一段布袋戏演出 介绍即将登场的 跨域跨裔新北文资走读任意门系列活动 新北市文化局张嘉玉局长表示 今年串联新北市五条美学狼带 要民众走访新北市十个行政区 十三条文资走读路径 举办了十场实体的走读活动 让民众从建筑美学 领略古迹之美 其中五场走读将结合传统工艺手作 体验在地传译的文化厚度 新北市主要是结合了五大美学狼带 然后横跨了十个行政区域 然后规划了十三条的一个走读路线 那即将会推出二十场的一个走读活动 那其中有五场呢 更会结合在地的传统艺术 让民众在体验走读的活动之时呢 也可以体验我们的传统艺术之美 新北市文化局今年首度推出 基北北陶铁道矿业路径 味觉旅行文资故事盒 以铁道矿业为主题 三款故事盒一次体验四个市的十二处文资景点 张嘉玉局长表示 新北市基隆市以八斗子平溪县 发展出山海矿坑路径 新北市台北市已消失的万新铁路 延伸出市郊矿路路径 贯穿望华道新店的四个景点 新北市桃园市以三峡大溪老街场景 设计茶香矿位路径 一探过去产业商贸集散中心的荣光 每打开一个文资故事盒 就像挖矿一样 透过品尝小点心以及故事碎片 层层探索品味文资景点的小人物大历史 那今年呢非常感谢基隆台北桃园三市的合作 然后我们以铁道跟矿业为主题 设计了一个文资故事盒 然后规划了三条跨县市的一个文资走读路线 那希望呢鼓励朋友们一起来走走看看 那其中也有在地商家的一个优惠券 那我们希望呢在文资走读的一个同时 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个古籍历史文化 同时也能够促进在地的一个经济跟观光 味觉旅行文资故事盒呈现12处文资景点专属滋味 并媒合老字号的新北好礼特色店家 模拟符合煤矿意象制作竹炭牛嘎糖 竹炭花生等 让民众遥想当年矿工点滴 此外和内海富有在地商家的优惠券 让大家走访景点了解历史文化外 还能够带动在地观光和发展 欢迎大家来实地走访 记者赵世员新北采访报道 另外新北市政府也积极推动捷运三环六线 其中捷运三一线首列车 已经在8月11号运抵台湾 进驻三峡机场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前往了解 也正式让万里蓝天 悠游峡谷的三英列车造型亮相 朝114年完工目标再迈进一大步 请接入 三英线首列车幸福底下 感谢市长及各位贵宾的参与 揭幕仪式 新北市长侯友宜8月30号上午 来到为在三角用大桥旁的 捷运三英线列车机场视察 并且表示捷运三英线全线 共配置29列列车 由意大利设计日本制造 首列车顺利于8月10号抵达台北港 再借由陆运运抵三峡机场 完成车厢连挂作业 接续安装列车电靴 车身贴模 面活器和吊环等工作 我们列车 捷运三英线的列车 是经过实地跟网路票选 有10万的市民来投票 选出了我们晴空万里 万里蓝天跟悠游峡谷的外观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列车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 我们的列车跟环状线之不同 主要在我们的车间走道 是增加了环状线列车的宽度 一半以上达到110公分 此外我们车内车外都是LED灯 可以节能减碳 最重要我们首创 全国大概捷运的车头 有这个摄影机 监视的摄影机 当我们碰到障碍物的时候 可以及时传输影像 到行动中心来迅速组置 新北市捷运局说明 三英线美列列车 有两节车厢组成 共有50个座位 可以搭载330名乘客 为了提升列车的舒适度 及安全性 三英线列车设计 纳入环状线列车的优点 并且加以精进 像是两节车厢连接处 左道宽度由76公分 增为110公分 让乘客通行更便利 全车踩LED灯具 照明更节能 车头所创CCTV监控摄影机 若遭遇障碍物能及时将影像 回传至行控中心 以掌握车辆状况 确保乘客安全 提供市民朋友们 便捷的经济捷运系统 接着我们在今年的11月 开始陆陆续续 每个月会以两台的速度 来运抵三峡机场 到明年的9月 可以全速运抵 除此之外 我们的高价段 在今年12月29号 预计可以合容 代表我们朝向114年完工的目标 是迈进了一大步 除此之外 我们在三一线列车测试 妥善之后 我们市民从搭乘三一线 到台北地区的运输时间 大概可以减省20分钟以上 新北市捷运局进一步说明 捷运三一线 截至7月底计划进度 已经达到70% 机场主变电站 主维修厂行控中心 及驻车厂 持续失座当中 各车站结构及机房 亦将陆续完成 持续朝向114年完工的目标 努力 三一捷运站全长14.29公里 设置12座车站 一座机场 7.LB01站与捷运板南线 顶浦站公共衔接 路线横跨土城区 三峡区及银歌区 未来将延伸桃源八德 并衔接桃源绿线 与机场捷运 与机板南线 形成三环六线中的第三环 扩大转程路往外 更建构北北基桃捷运生活圈 记者已根据新北采访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高雄 小港龙湖庙 拥有228年的历史 每逢中原普渡 都会打造一座高达 5.2公尺的紫湖大士爷 普渡仪式 全程遵循百年古法 今年更申请 无形文化资产审查 希望能够将珍贵的 龙湖庙大士爷文化 继续代代相传 拥有228年历史的 小港龙湖庙 每逢一年一度的中原节 龙湖庙都会举办 普渡宫大士爷祭典 庙方更会打造 全台最大5.2公尺高的 紫湖大士爷 今年更是疫情后 睽違两年 再次恢复盛大的祭祀场面 从1795年就在小港地区的龙湖庙 是在地的生活信仰中心 前来祭祀以及参拜的人潮没有停过 足见在地方的重要性 政界人士也前来共襄盛举 那也很感谢大家庙方 盛大的举办这样的活动 来保佑大家的一个平安 那我们也期待 未来市政府这边文化局 能够把它作为一个 这个文化资产的部分 来作为一个记载跟保留 我相信在南台湾 这应该是最盛大 也是最具有纪念性的 一个大士爷的一个展出 跟一个祭祀 那我们也希望它成为大家 每年这个中原普渡的时候 一个经典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然后让所有的百姓 所有的乡亲们都 身体健康一切平安 普渡祭祀典流程繁复 并且遵循百年古法进行 尤其身为全台极少数 主寺普渡公大士爷的龙湖庙 从历史与宗教角度而言 都属于非常珍贵的民俗文化 因此庙方也正在积极争取 通过今年的 无形文化资产认证 文化如果没有一个 适当的传承 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记载 有完整的记录 这样子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就不晓得 我们到底是在拜什么样的庙 其实我们龙湖庙的 大士爷的这个祭典 跟我们基隆的老大公庙的 这个历史 还有在嘉义民雄的大士爷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的传承 所以才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资讯 把它整理起来 透过高雄市文化局的 这样的一个申请的方式 来申请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 申请无形文化资产的认证 来到活动最高潮 也就是中元节的晚上十点 恭送大士爷 祭典也算告一段落 现场民众诚心祈求来年顺利 等待明年再度迎接 这场百年古法庆典 接着周福庆 吴家伟李凡飞 告诉我 接下来我们来看 基隆中元季的重头戏 放水灯游行 农历7月14号晚间 在望海巷举行 副市长邱佩玲出席活动 各式宗庆会将水灯头推向大海 吸引了满满的微观民众 绚丽烟火划破一晚星空 基隆中元季29日晚间11点 在基隆望海巷举行重头戏 释放水灯头 各中心会水灯头 依序点燃 重战人员一个一个推向大海 民间相信火烧的越旺 运势就会越好 也象征带走民众对好兄弟的 恭敬之意 非常感动 我们寄了邀请函 给所有海上的好兄弟们 希望明天一起来基隆共享盛宴 很谢谢所有合作伙伴们 还有帮忙的同事们 台风要来的我们就很紧张 你就会想到风调雨漩 老大风跟好兄弟也在保护基隆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基隆市消防局救难大队 出动大批人员 协助中心会释放水灯头 务必做到安全第一 基隆出动了救生艇四艘 然后益销还有警销人员 大概30多米 在协行的救难协会 也看到来了30几位 我们还配备了一个遥控室的救生衣 然后来现场做整个安全的警戒 作为 其实在现场望海巷的部分 其实它的流 其实都会非常的滚绝 因为外围台风的影响 所以它的浪会逐渐的 一波一波的过来 现场现在看风平浪机 而且是属于退潮的状态 那是非常利于放水灯 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些突如起来的浪况 然后还有流的方向 都是我们现场警戒必须要注意的 现在的浪差不多五级左右 是算起来是蛮安全的啦 就是说等一下下去的时候 还是要有安全的装备 然后才能够更安全的让他们回来 一年一度的放水灯仪式 通常在中原普渡之前举行 既用中原记忆放水灯 已经传承169年 传统庆典也成了最具文化魅力的代表之一 记者黄少民既用报导 台北市大同区老师林 响应精脂减量 并让普渡艺术化 每年都会制作不同主题的纸意 今年别举创意 用回收的瓦刃纸制作高近两米的七层浮图 搭配元宵灯容回收的LED灯 兼具环保与普渡起伏的心意 将近两米高的七层浮图 在普渡法会现场看起来气派又隆重 大同区老师林每年都会发挥创意 制作普渡用的折纸贡品 今年特别用回收瓦刃纸制作七层浮图 搭配元宵灯容回收的LED灯 白天夜晚都别具特色 普渡的时候我们都会绞尽心思 来做这个普渡的活动 那因为这个台语说 古烈没毒新烈没洗 所以我们还是要很传统来做这些折纸 那当时我们想象说 我们如果折纸用传统的折纸的话 每一样东西 每一样这些折纸的作品 可能都要上万片的这个作品 那如果要场子好看的话 那这个至少要可能20个作品 那就要20万张 但我们在想说 那应该要环保一下 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个 所谓的瓦刃纸在回收 就是一般的这些家电的包装在回收 然后我们用巧思 像今年我们用这个 我们说做了这个七层浮图 就是说这个七层的这些宝塔 它用这个方式来呈现 因为我们每次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都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 就把它完成了 那实际上我们完成了 到今天普度 我们都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就展示在我们礼拜 那我们晚上呢 其实我们就配合灯光计划 我们就会把那些 以往正品的LED灯把它拆卸下来 再回收再利用 然后把它摆在礼拜 所以晚上过去 里面实际上都这样调一眼 那实际上是还蛮好玩的 法会现场还特别用布曼装饰 再加上108朵彩色莲花 华丽又不识庄严 七层浮图周围 还装饰了折纸莲花和金元宝 都是用少量的金纸 却可以摆出满满整桌 里长说 普度是重要的民间信仰习俗 希望在兼顾法会的隆重之下 也能够响应金纸减亮 像我们这个礼拜 在办的这些活动这么大场 那实际上呢 它莲花至少就是有这个佛教的这个基数 至少就是说1080朵 那比如说我举例1080朵 它莲花跟莲花座这样加起来 然后呢 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 实际上它只有108朵莲花 扣除底座没算 所以只有剩5% 也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的折纸量 是一般这么样大场的 这个普度会场 我们大概减量95%的这些质量 所以对环保是有帮助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民主习俗 我们进鬼神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来做到环保 从龙船花鸟柱 静字亭到七层浮屠 老师李让普度除了庄严诚意之外 更增添艺术气息 也让李明期待 每年都可以举办出 不一样的普度法会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台南2023年 议长杯高中职热门音乐大赛 目前热闹登场 由八支晋级的队伍尽情展演 以音乐挥洒青春 台南市文化局长谢世渊 市议员蔡宗豪都到场 为参加决赛的队伍加油打气 学生在台上热情开唱 歌曲风格非常多元 这是由台南市议会主办 中华民国青年音乐研习协会 台南市议员蔡宗豪服务处协办的 议长杯高中职热门音乐大赛 议员蔡宗豪特别支持 全程在台下观赏 她表示这场活动 是给学生累积表演经验的舞台 除了用比赛机制 给优秀的学生鼓励 更希望可以让台南玩音乐的好朋友们 有更好的环境 其实像我从高中就开始玩乐团 那其实真的玩乐团的音乐人都蛮辛苦的 就是你在还没有红之前 你其实真的都要靠自己 像我以前都买二手的效果器 直到今年才买一个新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真的需要大家给他们更多的舞台之外 要给他们更多的支援 参赛的队伍都是通过评审的决选 同时还要准备两首歌曲参赛 实力非常坚强 学生们表示在暑假期间用音乐交流 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很有意义 希望这个活动未来能一年一年的办下去 由安平一间职人烧入餐厅发起 结合美妆博物馆 共同用美来传递爱心工艺 邀请到瑞富意志中心的师生们 一起来体验一日店长 用美丽彩妆与走秀 让院生充满自信与快乐 而美食也能让师生充满幸福感 瑞富意志中心为了让院生融入社会 参与社区的活动 日前接受美妆与美食业者的邀请 体验一日彩妆师与一日厨师的活动 上午先安排参观台湾美严院 美妆博物馆 由彩妆师亲自示范 并教导院生用彩妆品来彩妆 看到这群院生有男有女 美味都化得兴高采烈 紧接着换上漂亮的礼服与西装走秀 让每位院生感受到自信与欢乐 因为我们今天的青年大概三十几位 那他们平常其实比较少机会可以来 也就是体验自己来化妆 然后通常都是有活动 然后他们才会被人家化妆 那所以这个机会比较少 对他们来说是很兴奋的 我看很多青年就是很开心的在涂涂抹抹 然后他们就是 我觉得是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然后吃烧肉也是人人都很喜欢 所以就是大家都很期待 可以今天来参与这样的机会 那很感谢这两位公司今天的提供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用美传递爱 所以我们卸购了两个主题 一个是导和的美食 所以是一日厨师 那我们美帅这边是彩妆 彩妆本来就是让大家可以变美 或变得更美 所以我们是一日彩妆师 那色彩是不需要任何的沟通语言 就可以让大家心情变得更好 那今天看到瑞富的这些大朋友们 在我们这里他们第一次接触 亲自把自己上妆上腮红上口红 他们非常的开心 除了有美妆与礼服走秀 当然不能错过还有美食 这次由职人烧肉店负责人 发起的爱心工艺活动 同时也邀请院生 一同体验一日店长 先介绍各国顶级的肉品 然后再来切片烤肉 从食做到品尝 让师生享受幸福美味 我们美有代表很多事物 那像我们有刚刚参观的美妆 博物馆的美妆 那我们就是美食 我们就是把最好的食材 今天准备了五个国家的顶级和牛 顶级的肉 包括猪肉 那让这些瑞富一致中心的小朋友 都可以吃到最棒 最原始最健康的肉 那让他们都可以就是吃完之后 觉得很幸福 很开心 然后也可以激发他们很多想象力 像今天一日厨师的体验的话 就让他们切了 他们这么一往都不会碰过的肉 就是我们最顶级的这个纽约克 让他们感受那个切肉的温度 然后甚至教他们怎么烤肉 烤出最好吃的味道 我觉得对他们的这个 想法 跟他们这个来讲 我觉得可以激发出一些新的火花 说不定他们就有更多的创意 甚至会让他们的想象力更丰富这样子 虽然农历七夕刚过 不过在幸福浪漫的七月 与感恩的八月季节 藉由美妆与美食业者的爱心公益 让整个活动更充满欢乐与自信 记者林跟台南报导 高雄女中即将迈入100岁了 特别在开学日当天发表了一首 雄女百年创校主题曲 影片是由雄女在校师生 以及校友们共同参与拍摄 就连主播沈春华 及国际知名指挥家陈美安都有入境 MV呈现了学生时期 及职场生活的样貌 串成雄女人永恒的回忆 透过MV呈现出学生时期 在校园中与同侪之间相处的 种种欢笑 以及从学校毕业后 出了社会的工作样貌 这首歌曲是高雄女中 百年校庆的主题曲 一辈子的朋友 就连主播沈春华 以及国际知名指挥家陈美安 也都有入境 由雄女的校友 以及师生们 一起参与MV的拍摄 与歌曲录制 学生们回忆起当天的拍摄情况 开心的笑容全写在脸上 虽然妆容花了汗流浃背 但能在百年校庆的影片中 进行演出 不论是歌手还是演员 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宝贵经验 有一些人是跑步 我们就一直这样跑过去跑回来 然后其实当天很热 然后我们背都是汗的 化妆间的时候 她整个妆都已经掉光了 一开始因为那个录音的设备 就是不太熟 然后它跟一般唱歌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一开始会有点小紧张 但是录到后面 因为时间就是一直拉长 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紧张 因为都是不认识的人 我们六个其实都不认识 然后就很担心画面会很不自然 但是就是大家人都很好 都是那种很外向的 所以我们就拍摄的时候 就是真的在玩 我们是真的是在聊天的状态 然后导演在旁边拍 所以拍起来很自然 然后俗文学姐 就是真的是在前面 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些她的经历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底下 是很认真地在听 就像在上课的感觉 所以其实就跟平时差不多 虽然在拍摄前有了事前的规划 但实际进行的时候 也出现了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喜 像是打排球时不小心打到了参与拍摄的演员 也让画面更增添了许多真实感 非常有趣在拍摄的现场 有时候呢本身是一个意外 就像那颗球 有没有那个排球打到人那件事情 本来是个意外 可是后来我们觉得 这可有趣 所以我们就保留了那样子的意外 总制片人以校友的身份 主导这次的拍摄和录音制作 影片中的学生 由熊女的在校生通过征选后演出 而其中三个长大后的角色 他们选了三个类组的职业代表 而且也都是熊女的校友们 那里面三个角色啦 就是我们从一类组二类组三类组 我们有一种代表性的职业嘛 一类的话就是法官 二类组呢是台积电工程师 三类组是我们医师 这也都是我们毕业学姐 那我们同学演出的话 我们从公开征求之后 一百位同学啊海选啊 五十位这个入境 高雄女中一百一十三年 将创校一百周年 特别选在开学日发表主题曲 贴近校园生活的画面 以及动人的歌曲旋律 或许都让不少人心中泛起一丝涟漪 也让熊女人不禁回忆起 校园时期的点点滴滴 记者郑光沛 庄舒婷 高雄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就读桃园甜心国校十岁的许玉硕 两年前确诊骨癌就没有回到学校 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 在周大关文教基金会的牵线下 她到警察局当一日小警察 不仅穿上了制服圆梦 局长还送她一套制服跟热膏 期许她长大后成为真正的警察 目前十岁就读甜心国小的许玉硕 穿上警察制服 骑上警用重机好开心 她两年前因小痛就医后确诊骨癌 她坚信癌症不是绝症 撑过一连串手术跟化疗 因为梦想是当警察 因此在周大关基金会的牵线下 来到桃园市警局当一日小警察圆梦 局长更准备了一套制服跟乐高当礼物 期许她以后能成为真正的警察 今天很高兴我们习艺术小朋友来现场 那她未来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警察 所以特别邀请她到我们警察局来 请她看看警察的各种状况 我们也鼓励她 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个艺术绝对会在习妈妈 还有学校田兴国小林校长师生 还有周大关基金会 全力的协助之下 她一定可以走出这个病痛 然后往她人生的梦想来演梦 我们大家都积极的期待 以鼓励她 玉树妈妈当初知道孩子离癌很伤心 但最辛苦的还是小朋友 得承受化疗跟手术的痛苦 这阶段疗程即将结束 预计明年就能回到学校 她也感谢基金会跟警察局的关系 小朋友离癌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辛苦 然后我们也是很努力 对就是小朋友比较辛苦 那她打化疗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很不舒服 然后好在是她很坚强 就是有大家的鼓励跟加油 然后她就会比较 心情比较好一点 然后调试自己 那现在已经疗程快要结束了 那预计是明年可以去学校上课 那就是今天来参加这个周大观的基金会 那很感谢周爸爸 还有局长 还有学校的校长 都很帮忙 就是照顾预作这样子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长期协助癌症家庭 为了不让离癌学生独自面对病魔 成立了抗癌圆梦助学机 26年来力挺1.3万学子抗癌 抗癌之路漫长且艰辛 创办人周敬华也呼吁癌症家庭勇于求助 希望可能不太严厌跟社会来求助的所有的离癌的父母们 离癌的孩子们 我觉得你们都要懂得求助 那我们周大观基金会一不容辞 因为这一条是一阵很漫长的一个抗癌过程 而且很需要各界支援的共襄盛绩 而且所有离癌的孩子都是一个承担 他替一万个只有三四个来替其他的孩子来承担这个癌症的病苦 所以大家要共襄盛绩 祝他们一臂之力 让他们在离癌的过程里面 在致癌的辛苦的过程里面 还能够有更多的勇气 更多的力量 去战胜这个癌症 活出希望 当天也邀请2015年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得主 陈冠文现场演奏小提琴 他突破自闭症的困境 在音乐之路展露头角 更获得多项音乐奖项 周静华表示这几年受到疫情冲击 周大湾基金会的捐款 大幅缩减 但仍有许多癌症家庭需要社会资源支持 也呼吁大家收集525爱新码捐款发票 帮助为生命搏斗的孩子们 记者赖伟一桃源报道 来自香港的钟先生和李小姐 三年多前来台湾旅游 勤定基隆和平岛公园 因此疫情一过 马上重回原地定终身 邀请到双方家长及亲友见证爱情故事 你愿意接受Gabriel成为你的人生伴侣 并承诺永远爱 尊重接纳和保护他 愿意一同面对人生中所有的顺境和逆境吗 我愿意 新人许下浪漫誓言 来自香港的钟先生和李小姐 勤定基隆和平岛 在40多位亲友团的眷政下 完成终身大事 彼此交换戒指 双方孙身一吻 之所以特别从香港跨海来到台湾定终身 新人说因为三年前他们来基隆旅游 意外被这里美景深深吸引 因为疫情隔了三年 决定重回和平道见证爱情 我们几年前来疫情前有来旅游 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本来想要去就是基隆一天游 就是走完整个基隆 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美 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 还有我们觉得和平岛 那这边有非常多的族群融合的故事 那在这边见证他们的爱情 那我想也同时也行销我们基隆的观光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做一个见证 和平岛公园有得天独厚的海景 及特殊的地质景观 无边际的海水泳池 天使向海步道 还可以眺望基隆宇 不少新人选在这里玩婚 业者安排了专属的Soho Bus小屋 提供新人专属的休息空间 可以看到我们后方 我们这个除了有 可以见证我们这个 山海见证的爱情的我们的地质之外 其实我们还很棒 新人很爱就是我们的无边际有词 然后还有我们的天使向海步道 包括像地质公园里面 有一个地方叫做等雨亭 就是非常的烂漫 基隆宇就在你的眼前 所以非常的多的一些好朋友 来到这边 从他的一些 他们的从互动开始 到彼此的一些欣赏 到最后前定终身 都是非常适合到我们 说明岛基隆宇 出席的机友团和现场民众 纷纷纷献上祝福 小两口透露 不止这里的山海美景吸引人 台湾的自由和和平 都令人向往 记者 王少民 基隆报导 同样在基隆 基隆有两大封街盛事 其中之一的 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 即将在9月16号展开 顶着炎热的天气 有一群充满创意与行动力 来自各社区的民众 在文化中心前广场 搭建有爱与好运的梦想 基隆两大封街盛事之一的 海洋老鹰嘉年华 即将在9月16号展开 顶着炎热的天气 一群充满创意与行动力 来自各社区的民众 在文化中心前广场 搭建梦想 今年我们就用基隆好运 然后结合有爱 因为今年我们听说 有那个身上的朋友们 事上的朋友都会来 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 就用有爱跟好运这个角度 那好运它有一个谐音 就是一个运气的运 也是好运 那我们顾名思义就是 提倡每个人就是争争报国 所以今年我们的海洋老鹰 嘉年华每一个都怀孕 好运报好运鹰 还有好运漫步于 五大全新好运海洋吉祥物 都在孕育出行 嘉年华工作坊 现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中 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嘉年华的行列 海洋老鹰嘉年华主要推手 蔡秋林投入超过12年 号召社区一起参与 活络地方与在地连结 今年的主题围绕有爱城市 还特地打造了海豚专车 让市众朋友也能参与游行 我们鼓励他们走出这个 他们的世界 然后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嘉年华游行 城市有爱好运到 我们是用这样的主题来呈现 我们今年的嘉年华游行 来自巴厘岛的艺术家 娃杨也参与多年 感受基隆海洋城市的魅力 邀请大家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到工作坊一起参与制作 一起参与海洋老鹰嘉年华 接下来要带您到 世界客家博览会的现场 不仅能够参观各个展览特展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也在青浦主展区的户外园区 安排了各式艺术装置 来串联集结三个站点 白天有地景艺术好看 晚上则变身艺术光廊道 日夜各有不同的风貌 来到世界客家博览会青浦主展区 不仅能参观台湾馆 和世界馆两大的主展馆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也在湖湾园区 安排各式艺术装置 串联集结A17到A19站之间的朗袋 而且白天与黑夜 还各有不同风貌 值得欣赏 首先在白天 民众可欣赏到 今年桃园地景艺术节的 11件大型艺术装置 文化局长也介绍 其中的亮点作品 结合了客家元素 与国内外多位艺术家的巧思设计 希望带给民众不同的惊喜 美国国际非常知名的 潮流艺术家 Steve Harrington他的作品 那他的这个 最代表性的这个IP 叫做Melo 这一个狗狗 那这只狗狗就 坐在我们这公园的土丘上面 那么随着风飘 这个吹过来的过程 这个狗狗会一直不断地点头 手里拿着我们的这个乳冰花 跟所有的这个来往的 这些民众游客 来打招呼 这个老街西旁边 我们有一件最大的作品 是范成忠老师 这艺术家范成忠 他是我们课籍的有名艺术家 他这个作品叫做 在闪下 范老师他用的这个在闪下意念 他就是取这个油脂散的概念 油脂散的这个 这个外观跟骨架 然后呢把三个这个骨架散面 共同集结成为一个立体的这个构造 也可以走到这个作品里面 他是开放的空间里面有绿植 那他非常适合朋友去坐在里面 聊聊天 拍照打卡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景艺术 融合的一个作品 而到了夜晚 原本平凡无奇的人行道 将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光浪道 沿着掐溪路往老街西方向走 欣赏沿途美丽灯海 无论是青唐原畔的阴火虫点点灯火 还是老街西旁的竹笋灯 又或是整面客家油脂散灯墙 都十分吸睛 还有部分地景艺术装置 也在夜晚打灯下展现不同的风貌 文化局长也推荐大家在逛完展后 留下来散步欣赏美丽光浪道 晚上七点之后 他很悠闲地去逛这整个 洽西路以及青唐原 以及老街西河畔 都有非常漂亮的造景 他可以去逛逛紫藤花海 上面有很可爱的透光的蝴蝶 他可以在洽西路上看到 我们一样油脂散造型的装置艺术 延长有大概十几公尺 都非常的漂亮 白天看完我们的 斯科博的台湾馆世界馆之后 可以在旁边周边 悠闲了吃点东西之后 那么慢慢地看个光雕的投影 然后慢慢地沿着洽西路 逐步散步走走走 可以一路走到高铁站去 再从那个地方去搭车回家 还来得及 这外线市的朋友 不用急着看完台湾馆世界馆的展览 就急着赶快去搭街坡车 急着赶快去赶这个季节 要离开 不用大家可以悠闲了 再多停留一两个小时 慢慢认识我们桃园的地景 认识我们的皮塘 认识我们的母亲和老街西 认识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艺术光环境 不过自从8月11号 施克勃开展以来 陆续也传出部分装置艺术 以似被人为破坏或偷走 文化局除了增设告示牌 也为请厂商每天晚上定时巡检 补上缺损的灯光抓制 剧长也呼吁大家要爱惜公物 才能让更多人欣赏到美丽的港工艺术 每天都要设专门的巡检人员 去巡检 巡检完之后就有一组这个工班呢 不断地去做调整 去修缠去处理 因为片区真的很大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 除了可能是因为天后因素 风大或者下雨 造成了某一些小损坏之外 还有一部分 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太可爱了 油纸伞造型的灯等等 都常常就会演出失踪记 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的民众朋友 那我们很精心地准备这么好的 这个光环境 我们希望分享给更多更多人 都能够来看到 所以喜爱它 我们就拍拍照 拍拍影片 分享出去 那尽量不要把它带走 另外户外除了公共艺术装置 还有多座市集 以及官方纪念品店 提供民众逛街购买客家美食 或客家装置纪念小物的机会 天光舞台也将会在周末 带来许多精彩演出 而每天晚上七点开始 还有两大精彩光雕秀 文化局期盼 感觉有园区日夜不同的美丽风貌 让民众不只是在整场内 吸收新知 也可以来到户外感受艺术之美 最后刘雨婷的台湾报道 台北市南港区 拥有许多好玩的儿童游戏场 其中东洋公园 八米高的魔王塔挑战十足 小朋友想要留六米高的 溜滑梯前 还得过好几道 难以不同的关卡 现在就透过镜头 带您一起来体验 从六米高蜿蜒的溜滑梯溜下来 过程相当刺激 这里是台北市南港区 东洋公园的八米高魔王塔 被称作魔王塔是有原因的 因为小朋友要到最上层玩溜滑梯前 还得手脚并用的通过 星际穿越墙 夏绿地的网 飞碟爬山区及魔王攀岩墙等关卡 我们将整个游戏场 它可以会训练到小孩子的一些 肢体发展的一些元素 全部融合在一个 我们的东洋的魔王塔里面 那这边是一个八公尺的魔王塔 那它的那个滑道有六公尺高 那小孩子如果要上去溜这个滑梯的话 它中间有五道关卡 那每一道都可以训练它的那个肢体平衡 或是它那个手脚的那个协调 对那它一关一关爬上去之后呢 然后再从那个六公尺高的那个 溜滑梯上面溜下来 这样子 那我们主要就是在这个 比较场地有限的一个空间里面 游戏场里面 我们希望可以整合许多的那个游戏的元素 那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有一个高度的 就是有众生的一个 那个魔王塔 让小孩子可以在里面进行的畅游 这样有特色的魔王塔 也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体验 连外县市民众都慕名而来 直说对小朋友很有挑战性 觉得它造型比较特别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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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有点挑战性 对对对 它说他们要看这个玩这个 我说好啊 可以啊 就这样 小朋友最喜欢的还是六米高的溜滑梯 不过过程中的爬绳攀墙关卡 也很获欢迎 那个超大的溜滑梯 为什么 因为它会一直转一直转转下来 那中间过程会不会很困难 爬绳攀墙会困难 有点 会喜欢哪一个家伙伴 中间因为呢 中间都有很有挑战性 那溜滑梯呢 也很好玩 不只好玩 在挑战过程中大小朋友更能学习互助合作 寓教娱乐收获满满 其实在这个游戏场里面还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做一些互动 那有一些比较大的哥哥姐姐就会像我小孩子如果某一关如果可能比较爬不上去爬到那边没力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就会拉他一把 对那其实在这当中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啦 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动 其实这就是一种社会相处的模式 而在中兴园区旁 以丛林为设计概念的三重世贸公园也很受大小朋友喜爱 尤其这座摆档绳索是现场人气最高的邮据 因为三重世贸公园在接近那个中兴园区那边 那其实那个假日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那边游玩 那那个摆档绳索上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就站在上面就尽情的做一个摆档 那这算是我们南港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游戏设施 除了东洋公园与三重世贸公园 在南港区还有以三铁共贸为发想 设计出飞天火车的南星公园 以及采用东北角碟山地形为基盘设计儿童游戏场的行星公园也各具特色 好玩又好拍 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一一前往体验 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高雄市道工处近期陆续开启新的护栏设置工程 不只引导通行也可以有效的减少事故发生 让行人更能够安全的过马路摆脱行人地域的污名 诶行人道旁边怎么会有个长得不一样的护栏 高雄市仰工处日前为了有效分隔车流和行人 在林雅区海边路和新田路口旁的人行道上设置了简约美观的护栏 期盼提升路口的通行安全 让来台游玩的日本旅客也比起拇指大赞 这样比较安全 日本在日本中的车流和行者之间 是普通的 台湾也比较安全的地方 除了新田路口的人行道以外 大顺路以及顶山街也藉由装设防撞感 让行人在用路时可以更显慕也加倍安心 高雄市顶山街因为轻轨施工出现了市民必须与车争道 甚至需要贴着墙才能行走的现象 经过当地里长的大力争取才化设了新的行人专用道 而近期也争取装设了防撞感 努力让行人地狱成为过去式 两三周前就完成了架设 然后其实也有很多里民就马上有告诉我说 这样子车道跟人行道变成有一个很明显的区隔 那这样子行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感觉到比较安全 那其实我们的高雄牧场在这里 那也有其他的消费者他们要进入到高雄牧场的时候 也有一个很明确的可以走的行动空间 在我们这个防撞感就是装设之后 我们也发现到了一个状况 就是说我们的人跟车就有效的明确的分离 我们原来还会有一些摩托车或者是汽车 会压到这个人行道上面去 但是在这个防撞感设立之后 就是人行道跟汽车道它是明显的区隔出来 为保障用路人安全 护览与防撞感的威慑 除了可以避免行人随意穿越道路 达到间接引导通行的效果 更能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应遵守交通法规 切勿任意穿越道路 一同来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记者李嘉龙 许一千高雄报导 接下来我们来看台南市五星级大圆黄冠假日酒店 开业以来积极和大专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迎接六周年之际 特别和长龙大学签署产学合作意向书 同时推出第一支有水龙性膳食纤维的IPA精酿啤酒 除了有特殊的口味 平身的设计还融入了建师古堡等安平的历史文化 取名丰收令人印象深刻 大远黄冠假日酒店迎接开业六周年这一刻 接种长龙大学的研发技术 打造第一支以酒店为品牌的精量啤酒 二十号酒店总经理和长龙大学副校长 代表双方团队正式签署产学合作意向书 希望在人才交流和产品开发等多方创造双赢 同时会中也将这一支双方合作所诞生 最有代表性的精量啤酒正式上市 促进产学之间的融合更深度的合作 那其实在此之外除了提高服务品质 我们更想要做到的是扩大学生实习跟就业的机会 然后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跟我们大员饭店合作 就是一起用这个丰收IPL这支啤酒 那喝起来它有一点点热带的这种水果的风味的 这样的一个口感 而且是有啤酒花多层次的这种那个香味 这支精量啤酒特殊的风味 以及添加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优势 除了打算进军国际参赛 瓶身的设计融入剑石古堡以及兰花等台南安平的历史文化和生态产业 更是相当亮眼吸睛 成为行销安平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它是把安平或者是台南的一些元素放在里头 比如说安平古堡 比如说它的筷子是安平是一个小 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 然后也把安平湖还有把安平的细罩细阳 也都放在这个图腾上面 希望来呈现台南跟安平一个最好的一个元素 然后未来也希望它成为一个伴首领 结合学校的研发技术和酒店的品牌精神 取名丰收的精量啤酒 除了邀请民众来品尝滋味 同时借此分享安平之美 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